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今天我們要來繼續的觀眾投稿系列了那今天帶來的陣營是馬來啊馬來哇好少人丟 所以我也是特別做了一下那對手是這個立陶宛那個立陶宛的話就是減移技會加騎士的攻擊力嗎這應該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最近呢做這個投稿其實我也是盡量的早沒做過的但是真的各位投稿的非常踴躍所以就算是沒做過的這樣子做下去也是要做蠻久的而且加上偶爾我也會丟自己的比賽然後我們也不會每天都出失意帝國啦各位要這個見諒一下好不好如果你喜歡看失意帝國的 因為頻道本來就不是以失意帝國為主軸的只是我自己喜歡玩我一直我一直都喜歡玩只是沒有時間打那我也喜歡說多多看看你們的比賽那就是做一下這些解說給各位看那自己的見解或許沒有那個前端大佬那麼強但是我覺得至少也可以給不少玩家帶來一些比較精彩的解說那就是我做這個影片的目的也就感謝各位繼續支持啊那真的如果 有興趣的話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然後會員也可以參考一下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馬來的科技吧馬來的話是屬於一個海軍文明喔說是這樣說啦其實馬來也算是蠻強的文明怎麼說咧升級下一個時代的速度提升66%這個在搶時代很好用66%真的很多啊很多這真的變得很快然後漁網的費用減減減減低 這有雨的有這個海或湖的話還不錯毛相夫便宜30%這是在偶爾也會看到這個馬來去爆這個毛相夫啦我不知道這場會不會看到因為 嗯沒有時間在檢視這個內容的所以我才一直說各位丟RT的時候自己多檢視一下好下次再看到很爛的我就直接把你丟上來公開處形好不好 好我不知道這場會怎麼樣總之我們就一起看下去所以我解說其實根本就沒有Re告我都是真的當下去講 好不要以為我有先看過有些很多我都沒先看過因為錄製的時間真的很少 好啦那再來就是海上霸主跟強制真兵這裡各位就自己看一下吧那反正就是跟碼頭有關係的然後 喔好吧我講一下好了波斯這個東西是波斯這個文明是公兵不用消耗黃金嘛那馬來就變成是生產民兵系消耗消耗額外食物不用黃金喔 變反而是這樣子不過我覺得還是弩兵不用黃金會更好啦畢竟雙手見兵的黃金本來就明明系列黃金本來就不貴了嘛對不對 好但這場比賽呢是在這個這張地圖叫做阿拉伯雖然說有湖但是應該不會有人在這邊 造什麼碼頭吧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這場應該就是陸地戰 那馬來其實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我要說一下好了都忘記了這其實也蠻重要的 爪刀勇士爪刀勇士這個東西是只佔半個人口也就是他只有0.5的人口這個東西還蠻好用的 你不要看他這個數值好像很糟糕什麼的但是因為他的價格也非常便宜 而且這個海量爆出來也是爆的很噁心喔升上精銳之後其實整這個攻擊能力上升1那 因為他只佔半個人口加他造價便宜的關係這個爆一大堆東西爆一大堆找到勇士出來也是還蠻可怕的 我切什麼都很快 好那立陶宛在這場比賽竟然敢選立陶宛他應該就是想要搶遺跡吧不然選立陶宛應該沒有其他的目的才對 阿拉伯的遺跡就是有123455個 那有人都會說啦欸這個大家都要有習慣去搶這個遺跡啊什麼的 那當然啦如果相安無事你又記得要去操作那當然你就蓋個修道院去搶遺跡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老實說啦一對一對戰的時候從封建打到城堡再從城堡打到帝王 在中間如果你真的要特別專注去做這個修道院然後再去搶黃金 我覺得是需要一定的操作力跟一些就是空餘的一些時間 就是要有一些空檔才會幫他做這件事情 不然你想想看你造一個修道院要那個木頭 你造那個僧侶要那個黃金 你搬運的時候也是要用手去搬運然後距離也是有你也要去探然後走的過程中也有風險有可能被殺 我覺得這種種原因都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去搬黃金 一定要去搬遺跡這件事情 就真的是看你個人就好了看情況好不好 阿那馬來這裡的話呢開了一個伐木場而已 那就用七個村民下去採集吧 那這邊再開了第二個伐木場 開第二個伐木場比較安全 這個藍色方這邊是很快的升到了封建時代喔 這是不是要走肉麻呢 看一下 看起來沒有 藍色單純的就只是比較早上的這個 封建時代 我記得立陶宛是因為他有那個一開始的食物加成吧 好吧我看一下好了有點忘記了 因為他有加150的食物啦 所以他其實可以少造三個村民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上這個封建時代 相對比較省的一些肉啦 就可以比較早的搶這個封建 可是立陶宛這邊好像搶了封建 也沒有要執行什麼特別的戰術 所以這麼早上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的事 前期的話都是能偷多少經濟算多少經濟嘛 你就看誰能撐到最後就是把這個經濟爆到最大化 因為你看馬來這邊也是升上了封建時代 這村民宿基本上也沒有落差了 所以也沒有差那麼一點點的時間 OK剛剛沒看到這裡齁立陶宛在裝甲塔 不是裝甲塔 就直接插塔攻擊 那馬來這邊的話看起來沒有特別想法 好像就是想要直接升城堡的感覺 因為這邊黃金是配下去的 然後馬就升了感覺要走什麼 好像也不是走肉馬嗎 這裡立陶宛還在 喔裝甲塔 而且是直接拍在人家臉上的那種裝甲塔 就是把均勻照在這邊直接出裝甲 所以說剛剛立陶宛先升級 其實要打這個插塔戰術齁 那我沒有看到 不過這個塔好像插在這邊好像就也還好 不是特別的有用 而且你看這樣繞一大圈過來也還要這邊蓋這個箭塔 這時候只要立陶宛這邊第一時間看到他在下塔的話呢 直接對插一個塔在這裡 就絕對擋了下來 可是立陶宛好像又沒有要直接蓋塔的感覺 就是一直在敵人家裡的外面去蓋這個 建築齁 然後馬來這邊還是比較謹慎啊 就先拉了一個塔 還可以吧 就反正稍微的 預防一下也不錯 也不錯 兩邊的村民樹目前都是33的 那經濟上應該也不會差別太多 就看自己的經濟配比是怎麼樣子 馬來這邊應該也是準備 兩邊應該感覺都要 攀城堡吧 但是其實我看立陶宛有可能要出弓兵 對 因為他開始生了一個弓兵的防禦了 然後這邊也是直接拉了一個四個弓兵 弓箭手 但 但是其實還是要講一下啊 一個弓箭場造出的弓箭手數量真的是有限齁 哇 這裡馬來直接 直接滴掉牆衝出去 這一波 這一波 有點 有點腦衝了吧 這衝出去之後又沒有辦法 把這個牆封起來 反而是被 對方的裝甲步兵直接串進來了 這裡村民三個可能會繳在這裡 非常危險喔 而且兵工場這裡也是 一時心急就直接下了兩個要堵牆啊 這應該也沒有特別的想法說 為什麼要蓋兩個兵工場 就是來不及 他就隨便點了一個建築 直接再點一個兵工場做一個防守 這個非常致命的失誤啊 這個 不要隨便滴這個牆 隨便你真的超級有自信 你沒有任何裝甲步兵 你沒有弓箭手也沒有什麼 然後你把牆滴出去又還有裝甲步兵 這衝出來真的是 非同小可 而且你就算是要去插人家 劍塔的話 你看對方都有升部隊 你就村民拉個三四隻 完全不現實好不好 你完全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結果這裡反而是被人家插塔插進來了 這裡比較難受 不過還有一個墓區 這裡應該還可以去 運運下去 不過也沒關係啦 馬來這裡很快就升上城堡時代了 別忘記他升城堡也是還蠻快的 這裡優先上城堡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選擇出這個騎士齁 不過這裡看起來是要出他的專精單位 毛相夫 我記得是造價便宜三十嗎 這個很便宜齁 看一下會總共便宜多少 其實原本毛相夫要一百二十十五 八四十五四十九的這個黃金 我們來看一下騎士要多少 六十十五七十五黃金 你還別說毛相夫可能還比騎士還便宜 因為黃金其實還蠻貴的 他只要要食物比較多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毛相夫還蠻強的 你看喔 這毛相夫出來就直接自帶兩點遠房 就就算了 他攻擊力有高達十二點 而且有劍射傷害 通兵要操作其實不容易喔 其實他只要反身射擊就會被撞啊 沒什麼好說的 弓兵要打毛相夫就不太可能啦 那這毛相夫直接衝出去 直接打這個劍塔就好了 這時候對手這個立陶宛這邊 其實可以開始選擇爆一堆中裝長槍 有人會說這個毛相夫打中裝長槍也是還可以打 但是資源交換上也是極度不划算的啦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中裝長槍兵海去打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也試過 好不好 我那時候也是想說我用毛相夫印A對方 結果對方用那個中裝長槍兵 一開始當然是我可以贏嘛 就我的毛相夫數量還是有勝 但是 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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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就越來越虧 越來越虧 中裝長槍兵還是可以去反這個大象 而且在這個城堡初期的階段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去造這個僧侶 僧侶也是大象的天敵嘛 這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了 後期的話除非你僧侶真的很多 加上你手術很快 不然 大象其實也不太怕僧侶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操作 這邊的話反而是馬來這裡的 一波這個毛相夫反打 這個 立陶宛這邊比較痛苦 而且立陶宛這邊是走一個 感覺工兵文明 不是這樣 工兵的一個兵種 因為他剛為了要打進去嘛 就直接 就直接下了這個弓箭手 結果也沒創作出太多的戰損 就 這邊被 被大象追整場齁 整個一直跑了 其實這個時候 馬來這邊也可以選擇 不要用這麼多大象去追這些弓箭手 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你派了一隻也就夠了 剩下趕快去衝他家裡 因為其實你這樣子會讓對手去 有更多的時間去造這個 重裝廠商兵 可是對手其實也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他生兵建築感覺只有一個 他家裡沒有生兵建築 這個有點 有點尷尬 不過這裡還是很快的就上了一個十強 這個毛象夫要衝進來還是有點時間 YASAKU KA BAGINDA YASAKU KA BAGINDA 我們來看一下重裝廠商兵的效果 你看 其實戳大象還是很快的 你不要看這個毛象夫 雖然可能有建設傷害 可是這交換其實不划算 但是還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一個軍營爆兵是不夠的 一定要多爆幾個 而且你看這個毛象夫拆牆壁拆 房子也是很快 你這個 你這個很難防守好不好 這用十強可以啦 但是真的很 很危險 很危險 這毛象夫要直接的穿進對方家裡 外面重裝廠商兵如果只靠一個軍營在爆的話 我覺得相對的比較的 反應會比較慢一點 結果這裡還是來不及啦 這被穿進來我猜要GG啦 這我覺得應該是沒得打了 我覺得應該沒得打了 這一場是很標準的 這個馬來直接用這個毛象夫的優勢 直接反打獲勝的 因為 應該很少人會 就是比較初階的場次的話 打馬來也不太會覺得 對方會出毛象夫之類的 就算你想到了你可能 也不好擋 你看這裡城市中心被拆掉 我看 這場比賽也就萬念俱灰了 你看這村民要躲去哪裡 這毛象夫 這六個毛象夫比騎士還可怕 而且他的前線長槍兵也沒有往回掉 你這樣可懂意思嗎 前線長槍兵沒有往回掉 你要怎麼擋這個 擋這個毛象夫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城市中心很快就被拆掉 然後村民被殺殺了光光 馬來這邊已經是確定獲勝了 已經是不用看了 毫無懸念 立陶宛在這場打的 比較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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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一個當下的 一個轉兵的一個思維吧 我覺得 這場雖然打的比較短 不過給各位一個參考 就是 我經常會看到有人留言 就會想 就會在那邊留言說 早知道 就是 我要是藍色的話 我就先出什麼什麼什麼 就好了 我就可以打進去了 不是阿 吃一帝國 大家沒有蒙眼打遊戲阿 就 包含我自己也一樣阿 有時候我是看到對手出了某個兵 我才去轉兵的 那對手不轉兵是他家的事情 他不轉兵 那即便他轉兵了 我也不會跟著不轉兵阿 你懂的意思嗎 他如果出了毛象夫 我假如是 立陶宛這一邊 我看他出毛象夫 第一時間我就會在家裡把軍營拉兩三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藍色的方式 立陶宛 立陶宛的木材 雖然現在是看起來是美的 不過剛剛他其實應該還是有餘裕可以 造這個軍營 他外面這個也可以留著去造也沒關係 那他記得回訪 因為他如果在這邊造這個兩個軍營之類的阿 恩 包裝場上兵 其實這些毛象夫 我覺得 他不一定打進來 因為 沒有那麼強阿 沒有 就重傷長槍兵這樣圍的性價比還是很高的 毛象夫還是很吃這個黃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馬來到最後打完的時候 他的黃金是 所剩無幾的 但是他這裡的毛象夫有幾個 十二個 你光這些毛象夫 包含你剛剛在這邊殺死的那些毛象夫 你如果再爆成更多的重傷長槍兵 而且這邊又可能是窄口的情況下 你是有辦法守住這個毛象夫的 那一旦你守住這個毛象夫 你把經濟再撐上去之後呢 馬來就絕對會輸 為什麼 因為毛象夫太貴了 毛象夫太貴了 他這個出法的話會讓他食物跟黃金都會用得很快 尤其是黃金啦 黃金也會用得很快 食物也會用得很快 就跟爆騎士是一個道理 你如果沒有辦法把騎士戰力保存下去的話 你要是在城堡時代就把你騎士海給送掉 那你要再打下去就比較艱辛 而且馬來這裡是直接單TC在爆兵 所以就代表說還沒有浪費其他的資源在其他地方 然後 立陶宛這邊也是單TC 但是他的兵量卻非常的少 主要還是他一開始造的這些工兵其實沒有發揮到任何的作用 嗯 好啦這場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相信這邊看到 看到這邊又有一堆人開始 我要是他又會怎樣 我要是他又會怎樣 我覺得 沒有意義啦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 覺得你打得很好 歡迎多多投稿 歡迎多多投稿 或者是你就把你分數打上去 其實大家就聽你的了 世紀立國就是一個很現實的遊戲 就是分數就是一切 比我高分數的人講我也是只能聽 對不對 因為我打不贏嘛 你演怎麼樣呢 好啦那這場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裡啦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觀眾投稿系列囉 喜歡這個頻道 跟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掰掰